再來關心時間熱量 蘇貞昌今天來到了宜蘭 視察一下羅東鐵路高架化狀的這個狀態 對於蔚蘭的高鐵延伸到宜蘭去 建源的態度非常明確 說這是勢在必行 面對美豬的疫情持續延燒 國民黨這邊頻頻杯葛 揚言要倒閣 蘇貞昌也落下了重話 說這是國民黨不講理 親父宜蘭視察羅東鐵路高架化狀況 行政局長蘇貞昌同框交通部長林家龍 評估地方軌道建設 政府卯足近拼交通 美豬議題也要和在野黨直求對決 行政院只有一個心意 就是趕快讓我們到立法院 藍尾揚言倒閣 但立院席次只剩36席的國民黨 還不夠提案門檻38席 面對藍尾持續杯葛 蘇貞怒批根本不講理 國民黨立委杯葛下 蘇貞始終無法備詢 藍尾卻又提出修法 針對反質詢不備詢官員 只要經立院三分之一的立委同意 可以把他截職 但只是立法權怎能輕易干涉 行政權任命 民眾最最希望知道 行政院要做什麼 怎麼防疫 怎麼做各種事情 這也是民眾知的權利 作為最高民意代表 也不應該妨礙民眾知的權利 真的怒了蘇貞嚇重話 民進黨團員怒嗆 有本事在質詢中 找到倒閣的正常性 距離美豬開放時間 越來越近 藍綠角力戰 持續拉鋸 這下君陳宋喬一 宜蘭採訪報導